來自台中市的黎明同紀會 為了幫助偏鄉的教育資源 特別來到水里國中 捐贈社福金給學校的傳體隊 議員肖志全、陳淑慧也都歷臨現場 代表地方感謝黎明同紀會的愛心 台中黎明同紀會 今天邀請二十幾個分會的各位會長會傑 來做捐贈水里國中船隊的捐贈儀式 所以說這次台中黎明會的廖會長 特別邀請所有他們的各友會 來做整個資金的建築 總共有18萬 相信對整個船隊未來的發展 受益良多 水里國中船艇隊的學生 大多來自隔代教養或單親家庭 在學校的教育之下 養成吃苦耐勞的精神 即使偏鄉資源較缺乏 但仍加倍努力的爭取榮譽 其實我們練習也很辛苦 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在練習 我們環境就沒有像其他縣市那麼好 之前是住在貨櫃物什麼的 也都是大家都住在一起 環境就沒有那麼好 吃的也不是 吃的也是一般啦 然後那邊在山上啊 冬天也很冷啊 夏天也很熱 對 然後就很感謝這次紅季會 就是捐贈者贊助我們這麼多千 每個人身高都不同 然後有些人身高比較高 對於蜻蜓的話他們的講句就是可以比較長比較遠 然後對於我來說我是個子比較矮的人 所以我的講句可能不如他們那麼長 他們每划一獎我可能就要划兩三獎 然後像我這個身高不高的話 我們就是要靠後天的努力來補足 其中劉家蓁同學的表現 更是獲得亞洲蜻蜓總會的青睞 日後將成為總會培訓的選手 在水里國中當中 目前有一位選手 受到我們亞洲蜻蜓總會 作為一個培訓的一個選手 所以在一個很小的一個學校 尤其是在片鄉的學校 能夠藉由先天上的一個場地 還有先天上的一個訓練 還有這些學生肯吃苦的一個環境之下 共同來做一個結合 表現出學校的一個划船隊的一個特色 期盼能有更多善心團體 幫助偏遠鄉鎮的弱勢學生 讓他們也有機會實現夢想 寫下人生的輝煌歷史 水里國中華船隊 在 民意新聞洪嘉燕水里採訪報導 吳明星期末 翻譯